主持人三塊大家好,我是主名小追劇、聊劇、董劇、三個願望 以此達成嗎?可以訂閱這頻道 我會用劇評解析帶給你更多情感上的知識 不過今天想要和大家聊的是一部電影 那就是尋找Doremi他在昨天上映了 對於一個鄉下孩子來說 我那時候的生活,要嘛就是和左林右舍玩在一起 要嘛就是守在電視機前面看著媽媽所謂的卡通 甚至不懂卡通跟動畫的差別 那當然那個時候也不知道卡通到底是什麼 只覺得說那時候看的劇情有點萌萌濛 但很可愛,也崇拜也羨慕 還有一種純真感 是那時候十歲的自己看著電視機裡面的小魔女的感覺 在知道有一部關於小魔女的電影要上映的時候 看到了一篇影評文 我只看了電影介紹,我就決定不再看下去了 因為我決定首映的當天就去看這部我的童年 甚至在知道買票就有資料夾的時候 感到異常的興奮 這種感覺很奇特 因為我不是個鐵粉 甚至說路人粉可能都有點勾不上邊 因為我也不會買周邊 我只知道我自己的童年出現了不少Doremi的身影 還有那個總是散發著有點男子氣息 卻總是因為家庭有著傷控的小愛 小愛是我最喜歡的角色 我啦,我出生在一個有點重男輕女的家庭裡面 不知不覺就羨慕她身上的小男孩氣質 而她的父母也離婚了 其實就和我的境遇有點相似 我想說的是小魔女Doremi的角色有很多 但也有著和電視機前面的孩子相似的特質和煩惱 只可惜過了很多年 童年看電視機的記憶已經模模糊糊 究竟看了多少又領會了多少 我根本沒有把握 但縱使如此 我還是決定去看這一部 《尋找Doremi》 這部電影的故事講述了三名 因為去朝聖外型和動畫中魔法堂 極度相似的洋房 因而解釋了三個不同年齡層的女子 她們各自有那個年紀的煩惱 但卻因為這一次的相遇 奇幻地展開了她們三個人相知相惜的緣分 整個故事無料在她們三個人的故事 卻時不時出現小魔女們的身影 在電影剛播放不久 眼淚就滑下來了 或許是因為我的淚點太低 或許是因為眼前的電影就像是魔法般的存在 把我變成了當年十幾歲的自己 似乎又想起了那個看著電視享受動畫的自己 故事中刻意選了三種不同年齡層的女性 雖然電影以尋找小母女為出發點 但寫的卻是你我的故事 也許有人已經20出頭 可能還在被原生家庭給綑綁、束縛 或是伴住 並不是指家人的控制 而是我們的心靈對於家庭的歸屬感 以及來自家庭的自我塑造 都還在一個不成熟的階段 穿古力箱便是象徵著這樣的階段的少女 那也有可能你已經24 面對未來感到一片茫然 對於自己想做的事情充滿不確定 甚至沒有自信自己能夠做好任何的事情 常賴空代表的就是那一個 對未來感到害怕已經沒有勇氣的那一方 但可能你已經年近30 或者30好幾 正面臨一個理想與現實間的衝突 亦或者正在被社會摧殘當中 成為了漸漸失去自我的大人 吉月美玲正是一個正在掙扎的角色 儘管我們的年齡不盡相同 但卻都度過了有小魔女Doremi的通年 雖然長大後讓我們明白魔法並不存在 但心裡早已因為Doremi留下了很小一塊 希望魔法真的存在的希望 這三個女主角總會相約一起去 小魔女動畫中出現的場景 去一趟魔法巡禮 過程中她們依然要繼續她們的人生 她們的煩惱 但魔法並不會因為她們熱愛小魔女就出現 可是卻給了她們的勇氣 去面對那些痛苦、別扭、委屈的挫折 不知道大家記得小魔女Doremi多少 但這位世界上最不幸的美少女 其實在動畫的一開端時 是個想要靠著不知道哪裡來的魔法咒語 讓自己有勇氣去告白的天真女孩 但即便念著咒語 卻也依舊沒有辦法告白 所以她最大的願望就是成為一名魔女 擁有魔法去做到那些她做不到的事情 動畫總共有四季 經歷了多次使用禁忌魔法 犧牲成為魔女的機會 但換來的卻是更加真摯的友情 甚至在透過幫助前前任女王的過程 成為了小花的媽媽 稚氣的她們竟然要學會照顧一個孩子 學會照顧、學會負責、還有承擔 小魔女四季堆疊出華麗又濃厚的友情和親戚 其中也有許多在成長路上會遇到的煩惱 但卻也能夠讓觀眾看見她們的蛻變 最終第四季時 卻又放棄了成為魔女的機會 提出渴望魔法的少女們 在彼此的相互扶持下 成長進而做到那些自己曾經做不到的事情 當然卻不是說成為魔女見喜生 對她們來說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 而是透過魔法去理解到很多事情 還是需要自己去嘗試、磨練、成長 而且最重要的是理解到 就算沒有魔法,她自己也可以做到 然後再把這種美好的回憶 留給自己的兒女和子孫 這是一個渴望魔法到捨棄魔法的過程 其實就和電影裡面 三位女主角經歷的過程是一樣的 生活裡總是有很多令我們手足無措 失敗恐懼又或是討厭自己的時刻 總會忍不住期待奇蹟發生 能讓自己成為期待中的自己 她們三人踏上尋找斗雷米的旅程 其實就是一個尋找魔法進而成長的公路電影 魔法這個詞真的是讓人很心生向往 同時另一面脆弱是逃避自己的不足 又使人們一步登天 略過思考自己的問題所以渴望魔法 但當這些人物發覺自己的問題 進而提起勇氣去面對時 她們會發現即便不使用魔法 也能夠成為理想中的自己 因為她們面對的問題提起了勇氣 並且相信自己 都是她們從心裡面長出來的魔法 電影中當她們相信魔法時 我其實不由得心生羨慕 有些人覺得做現實的考量 做最壞的打算不是壞事 但同時可能也會少了一份對自己 以及未來的期待與肯定 相信魔法並不是一個相信奇蹟會發生的心態 對我來說那更像是一個肯定自我的過程 在電影裡的角色都是必須先跳脫 對自己的否定整個枷鎖 才能夠去面對問題以及做出改變 換句話說就是你如果總是告訴自己 那些事情不可能 但就會失去一份心力去提起勇氣去挑戰 所以相信魔法其實是一種相信自己的可能性的意思 看完電影我也想告訴自己 可以相信魔法的 可以相信自己的 電影一開頭以及結尾都問了 你長大以後想要做什麼 但無論你想要做什麼事情 無論你想要做多少事情 都不要去否定這些事情的可能性 你可以相信自己 這樣你才會有勇氣去挑戰未來 嗯 我可能不是一個什麼很厲害的影評人 也不是個忠實粉絲 說不出電影的感動和生成意義 但我在看這部電影的過程當中 口罩都被我哭濕了 一方面可能是我正在接力自己的迷惘期 另一方面是那種小時候看Doremi的那份純真都被喚醒 看完也希望自己能和他們一樣面對挫折 相信自己 另外要提的就是 從配樂、畫法、表現手把 就連吐槽、害羞、人物姿態都非常有小魔女Doremi的風格 這部電影不是一部掛著名號卻總是插邊的電影 雖然主角不是小魔女Doremi他們 但他們卻遍佈了整個電影的每個角落 許多經典畫面在我們眼前重新在大螢幕上播出的感動 整個震撼了我的精神 我本來就是一個還蠻感性的人 所以哭點真的蠻低的 只是我覺得這部電影的用心是只要你看過小魔女Doremi 坐在那裡一個小時半就會被他重新感動一遍 主角們就是我們這一代 和他們一樣童年在小魔女戲底下度過 卻在我們不知不覺中心裡都種下了魔法 如果你也喜歡小魔女 而且現在也有些挫折和迷惘 那就進電影院和他們一樣一起去尋找小時候相信魔法的自己吧 那今天尋找Doremi的電影影評就到這裡 如果你還喜歡的話可以點個like當作對我的鼓勵 那也可以留言和我分享你最喜歡的小魔女角色是誰 為什麼 在影片結束之前想和大家公佈一個好消息 那就是我的官方LINE開通了 大家如果有興趣收到我的影片推播通知 或是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加入這個LINE的官方帳號 只要打Ninx包來 就是我的名字 然後聚光燈的英文 這樣就可以加入我的官方LINE囉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安妞